第七十二集 小姐的病与狼牙王也就是小姐的兄长有关 谦恨下了决心,道出缘由 小姐多年前因苏公子而伤情 发誓绝不令驾,决意入山奉盗,一度余生 最终碍于钦慈未能成行,必居明媚阁 数月前,伯侯送小姐从培州回返 顺道与狼牙王一误,突然提出求亲 不知怎的,就定下了亲事 六月即是允许之期 说到伤心出,她忍不住戳气起来 从那时起,小姐就不想活了 天寒地冻的,小姐大半眼紧着单衣 在亭州助力,第二日就受了风寒 药也不肯喝,身子一日比一日弱 小姐的兄长请出沈娘薄衣,连番过来劝 甚至有狠心地说,哪怕病着也不能误了佳琪 左公子说,小姐是心病,却是再真切也没有 不是怕我们这些侍奉的下人受责 小姐连汤药都不想沾,勉强喝了也是吐出来 病是一日沉思一日,再这样下去,别说六月 只怕冬日都熬不过 浅河满心气恨,不敢出口的怨声尽到了出来 这哪里是劫气,此命是催命 万幸,苏姑娘来了 你是苏公子的徒弟,但凡开口一劝,小姐必定是听得进去的 苏云洛听得脸色沙白,连沙气都透了出来 左倾慈寻道 伯侯对郡主倾慕已久,一向爱重,怎会如此鲁马 她可知郡主如今的近跨 浅河抹去夹上的泪 郡主听闻此时,立刻修书过去延绵无意婚嫁 伯侯并未回心,频频遣人送礼物过来 就是不肯退亲 狼牙王与小姐是亲兄妹,感情极好 这次被伯侯说服,竟成了铁石般的心肠 连小姐死活都不顾了 左倾慈心底自有分晓 云洛先设法让郡主安了心 待郁杰一去,治疗自可事半功倍 不知苏云洛私下说了什么 郡主突然有了变化 神气与从前截然不同 整个人都现出了活色 脸上又溢不住的笑容 加上左倾慈的真药 初始的衰弱垂微毅然淡去 过了几日,甚至能移坐起来 看苏云洛编制丝落 丝线是浅横找来 上等的三十六色丝 色泽明艳,鲜鱼毫发 在苏云洛细白的纸下密密扎扎的织绕 如蝶穿繁花,灵动万分 她额上阴隐透汗 一条三纸宽的束带逐渐成形 繁复的花纹比织机所处更为密质 眼看江城,又被她随手拆解 抽丝还原,循环反复了近一个时辗 别开生命的手法 让狼牙郡主叹为观止 云洛竟还有这等绝技 真是要让织娘休死了 一点小技 烈一烈眼力和空间 苏云洛放下丝线 替她换了一盏热茶 观察她的气色 狼牙郡主心情极好 喊笑道 坐一会儿,不妨试 多亏了左公子的诊治 这一阵儿,你与她费心了 警官已在恢复 阮静岩秀美的脸庞 仍拢着几分未散的病气 苏云洛不由自主地歉疚 是我不好 让师娘苦了这么些年 要是我走 狼牙郡主打断了她 说什么话呀 原该是我照顾你 可惜我是太无能 一味沉浸在悲伤中 于事无意 微叹了一声 阮静岩又道 唉 我去世间大会 原想看看她曾经历的一切 却歪打正着见到了你 一定是上天的安排 苏云洛又拾起了思路 认真地回道 是娘这么好 是师父这姓氏 阮静岩见她双甲浅飞 分井薄汗清透 不仅生出恋爱 你与左公子今后作何打算 她禁不住正了一下 狼牙郡主看出她的茫然 情容为宁 她是侯府公子 此刻虽未成婚 来日亲掌必有安排 届时你如何自处 她对你全无承诺 几句话猝不及防 吻得她愣了一阵 我和她又不会长久 没想过那么远 这一次反倒是狼牙郡主正了 为何这样说呀 我瞧着你们十分亲密 难道云洛不喜欢她 我喜欢过很多东西 他们都不属于我 苏云洛答得平淡 有一种稀以为常的平静 没关系 时间久了就不会挂念了 她说的那般理所当然 狼牙郡主末地心头一算 半赏才到 我看左公子对你很好 既是有心 必不会相复 好和爱 原本就是两回事 她那样出色的人 如何会爱一个胡姬 何况她性情多变 心绪深连 她连她想什么都不懂 既然终是过客 懂不懂 似乎也无关紧要 她低下头 手中的思路不知何时乱了 散如纷舞的蓬麻 香雪玉 苏云洛的神智 似乎浮在半空 俯瞰着床榻 长长的黑发凌乱地扑散在 两具汗淋淋的肢体上 迷乱的姿势近乎羞耻 她听到了自己破碎的喘息 在她激狂的起伏中站立 忽然间 四周的墙不见了 只剩下赤身裸体的她 被困在了长街上的 一个狭小的笼子里 受无数人指点笑骂 烂菜碎瓦下雨一般地飞来 她远远地在人群中看着 依旧是轻衣如水 俊颜如玉 较然风姿无双 漠然间 她从噩梦中挣脱了出来 全身冷汗淋漓 左倾瓷点亮了踏边的烛火 做梦了 她的指尖冰冷而轻颤 她仔细地打量着它 梦见了什么 她一个字也说不出 梦境中的场景 就像是一个可怕的警照 漠然良久 她吹熄了烛火 她在漆黑的静谧中浮沉 许久才又睡去 急至天明 她在朦胧中睁开眼 只闻到空中有一股冷香 窗纸上映着浅淡的树影 暗前一个人正信手地整理着桃瓶中的梅枝 初醒的昏带和灵星的回忆让她模糊了意识 一瞬间回到了智灵 仿佛在长久的等待后 突然就在某一日清晨惊喜起来 师父 俊炎测了一下 左青瓷没有表情地看过来 她历时心口一谈 知道自己大概又说错了 她走近了 在踏边坐下 苏玄通常怎样换你 她半坐起来 扯过中一批上 声音很低 阿洛 左青瓷停了一刻 又道 那如果真是苏玄 刚才你会怎么做 问话很平静 可是苏云乐清楚 下一瞬就会迎来刻薄的讽刺 她低着头不想说话 周围呼得一案 一个温暖的胸膛拥住了她 还有一声柔和的呼唤 阿洛 她僵住了 理智告诉她不是同一个人 可怀抱却是一样的暖 宽阔的肩膀像一个世界 充满了理解与宽量 她僵了又僵 突然间 某种情绪如洪水破闸而出 再也溢不住 张开双臂抱紧了她 就像一个孩子一样 把头埋进了世界 唯一可以依赖的胸怀 她抱了很久 她居然没有不耐 也没有预料中的轻逢与尖刻 人的心境非常的奇妙 那种迷乱的带着欲望与战友 让人躁动的感觉 悄然生出了变化 化为清浅的甜意 欲贴着心口 让万物异常的美好 仅仅仅是一句轻患 一个拥抱 却比无数次缠绵更暖 她溢不住地更想接近她 想要触碰她的手指 亲近她的身侧 即使什么都不做 似乎也有了与过去不同的恋乐 例行诊完了脉 左倾慈叙了几句 由倩恒送回了客院 苏云落与往常一样 留下来陪伴狼牙郡主 狼牙郡主瞧着她的脸庞 忽然仰起了微笑 云落整日陪我 可会无趣 不等回答 阮静岩又到 当年我总盼着你师父来 数日如年 等她真到了 又觉得晨光飞度 弹指极势 明明她是个傲笑天下的英雄 我却希望 世界只剩着一间院子 苏云落听得神亡 师娘和师父感情真好 也有过争执 她人侠放大 喜欢浇油斗油 我好诗词书画 喜欢敬赏山水 就连饮茶也不同 她爱真辣西鸣 我喜蒙顶甘露 狼牙郡主 轻言甜淡 柔暖地回忆道 后来才发现 那些差异 微如戒尘 只因着一点私心 她坚持地去了事件大会 即使那与她本性不和 充盈着惊心动魄的 鲜血与惨教 可是她还是想看一看 她曾经所在的那个世界 她所经历的 她曾经存在的一切 是支撑她活下去的全部 暗保 好 我好想看一看